2019西安国际马拉松赛马上就要开跑了 那这届骑马有哪些新亮点呢 我们来提前了解一下 小伙伴们 2019西安国际马拉松赛将于10月20号在西安永宁门开跑 本季赛事呢 我们共有来自国内外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多名跑者参与本次比赛 相较往年呢 人数增加了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的赛事线路得到全新升级 把这个关了好终点放在了高新咖啡街区 更好的展现我们西安的这个科技和时尚 然后呢比赛的路程呢 从5公里变成了7公里 而今年的赛道设置也有全面的油画升级 在赛道规划中避开了这个去年那个曲江路段的有一个上下坡的路段 以及这个在环城路那块呢有一个下窗隧道的路段 而最大的亮点是 在赛事的领务现场以及终点设立了5G科技体验中心 以及我们提供的这个无人车 以及这个在领务期间还有安保安防机器人 以及这个引导机器人给所有选手提供了这个VR的一个直播的一个体验 还有就是在终点的时候呢有5G云相机的一个拍摄 可以就是所有跑者可以在领完装备以后穿上自己的装备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拍摄效果 怎么样让我们共同期待吧